你去有被信找過嗎? 沒有沒有沒有 當年? 沒有沒有 不太會吧 其實也會覺得蠻可惜的 因為有一些人在演藝圈的表現 其實確實是挺優秀的 但是就覺得 其實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說 對啊就是有些人確實挺意外的 誰讓你很意外的 全部都很意外 黑人聘姓律師撤告再提槓大鴨 王子役當年棒棒堂騷擾風波 黑人日前被大鴨指控姓騷 在24號撤掉民事訴訟改行事 身為棒棒堂男孩的王子 在出席活動也表達看法 其實我沒有特別 我有看到新聞 但我沒有特別去 去說什麼 想說因為畢竟我們不是當事人嘛 那現在看到新聞 我其實也不知道真實的情況 那我也是透過新聞知道 好像是進入法律程序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我也不太方便說什麼 以前在棒棒堂的時候有耳聞過這種狀況 或是聽到黑色會妹妹們 可能會有那種性騷擾之類的這種傳聞嗎 其實也沒聽說耶 對啊其實我們可能那時候也是在 自己的工作檔位上面 然後其實也不太有聽過這件事情 對 你自己有被信騷過嗎 沒有沒有沒有 當年 沒有沒有 不太會吧 希望就就 希望就是 這個瘋癮讓他過去 我馬上屁股了 大牙日前指控黑人信騷 對此黑犯夫妻全盤否認 壓起來向大牙提告 並求償1000萬台幣 和臉書的公開道歉 我這個人是不能被激怒的 後來黑人在律師的建議下 撤回民事告訴 改告大牙加重誹謗罪 大牙在臉書也發出撤告單 證實此事 今天收到法院寄來的撤回起訴通知 相信事實是不容挑釁的 謝謝所有願意相信我的你們 是的 我不是一個人 每位受害者 你也都不會是一個人 最後hashtagmetoo 告發許傑輝掀起第一波 台灣娛樂圈metoo運動的黃雲昕 也在下方留言 好好恢復原本的步調 好好生活 好好諮商 找回睡覺和吃飯的能力 我愛你 我愛黑社會上課啦 哼哼哼哼 撤告後再提告 這般騷操作掀起網友熱議 黑人也被發現 偷偷換律師 改拼律師蘇志倫接手處理 黑人的新律師 來頭也不小 不僅是法律事務所所長 還曾在檢察署服務長達15年 也在法官學院從事教學長達20年 看來黑人大大為了這場應戰 已經做好萬全的準備呢 常人啊 為什麼 我贏罪情侶 你會 你贏罪情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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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武痛憲 我是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上司老爸上 丹美鳳 我是蔡康永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們是浩角翔起 祝福三立新聞網 10周年生日快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希望買三니까 三立新聞網 10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10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10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10歲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10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10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祝3D新闻网十周年了 好快哦 生日快乐 锁定我们娱乐新闻APP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